天主教每年都有节庆来纪念耶稣基督 像是墨西哥的圣母节 信众们分分抱着圣鹰公仔来祈祷 不过呢 在西班牙南部大臣塞维亚 今年复活节的主题海报 耶稣我变成了年轻俊美的大帅哥 引发不少民众的批评 民众穿着华丽的服饰在街头游行 热闹的气氛就像是嘉年华会 每年的康德拉利亚圣母节 信众手中都抱着圣鹰公仔 今年耶稣诞生40天之后 圣母玛利亚抱着他去耶路撒冷祈祷 接下来的复活节 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维亚的兄弟会总会 就公布了今年圣州的主题海报 将耶稣名会成面貌清秀 年轻俊美的模样 但网路上马上涌现大量的批评声浪 许多人说这张海报呈现的形象 有如耶稣 太俊美 太现代 也跟当地的复活节传统不搭 但创作这张海报的艺术家表示 他是以自己的儿子当模特 他们是带着敬意完成这幅画作 网友针对海报发起了网路情愿 全国上万人连数要求撤回 但塞维亚兄弟会总会并不理会 争议恐怕还会持续的延烧 陈宇里面也